本视频由UCG提供 EA的名声之差 想必也无需过多介绍 毕竟在后起之秀动视之前 它还是绝大部分玩家 心目中的全美最差游戏发行商 但即便如此 EA起下还是曾推出过不少加作 2008年发售的《死亡空间》便是其中一个 在诸多同类游戏中 《死亡空间》展现出了自己的特色 科幻加宗教的故事背景 以现而不是以点为主的瞄准系统 无UI所带来的高沉浸感 以及恐怖肃杀的游戏氛围 给当时的玩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然而 在2013年犹如自毁长城的第三作后 系列就再也没推出过新作 工作事业早已在2017年被关闭 因此也不难理解 在2021年7月 EA公布《死亡空间》重制版的时候 系列的粉丝是又喜又怕 喜的是这个系列时隔10年再次回归 怕的是 EA会不会再次搞砸 直接给系列的棺材打上最后一口钉 值得庆幸的是 虽然负责开发的EA Motive 此前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EA的名声还是一如既往的臭 但至少 在《死亡空间》重制版这款游戏上 他们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 在最近几年发售的重制版游戏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无疑是 《生化威奇尔》重制版 和《最后生还者》第一部 有代表性的原因是这两款游戏 刚好代表了重制版游戏之作的两个极端 要不玩法画面到剧情 全都改得面目全非 和原版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游戏 要么就只强化一下画面和细节 玩法流程能不改就不改 和原版相比就是同一个游戏 而《死亡空间》重制版则选择了一个折充的方案 改了不少 但又貌似什么都没改 本作最明显的改动在于主角艾萨克会说话 在原版中 艾萨克在整个流程中没有任何台词 虽然肩负着寻找失踪女友的职责 但在整个过程中 他做的事情 基本就是按照其他NPC的指令 修理各种坏掉的装置 而在重制版中 艾萨克台词多了不少 角色塑造也变得更加丰满 甚至 在流程的大部分时间中 主角团队的下一步计划 都是由他来制定 并由他自己执行 一个冷静 专业知识扎实 并且执行力强的主角形象 就这样树立了起来 不过 可能部分玩家会感觉 新艾萨克的人设改动过大 流程中他表现得相当油猛 很多事情从原版带点绝望和无奈的 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变成了美式超音片男主角 那种经典的自信满满 迎难而上 甚至说出了 放马过来的狠话 从观感上不太像 当年那个第一次 遇到失变体危机的 倒霉蛋艾萨克 反而更像是 生花二重制版 第一天上班的猛男李扬 这在一定程度上 其实减弱了游戏的恐怖氛围 另外 剧情上还有不少的改动 有一些是不痛不痒的 例如开场的 其中一个龙套 机师换了个人 退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另一些改动 则丰富了配角们的角色塑造 其中让我比较满意的是 加入了雅各布 和伊丽莎白这两位NPC 在原版中 两人的戏份 只通过收集文本来展现 但在重制版中 两人的戏份 在文本的基础上 进行了扩展 和其他改动类似 这些改动 并没有改变剧情的总体走向 但却让其发展 更加自然和合理 此外 很多游戏世界观 和NPC背景故事 也通过新增的支线任务 和角色台词 进行了补充 让角色故事的前因后果 角色的行为动机 都更加利于理解 先加入的中文配音总体质量 也属于能听的水准 使用中文语音时 有效避免了 因为紧张而来不及看字幕 导致错过信息的窘境 另外 虽然剧情大方向没什么变化 但官方在重制版 加入了一个新结局 需要玩家在新游戏加模式中 收集神音碎片 并将其安置在特定位置后 才能触发 算是给老玩家准备了一些额外的惊喜 在玩法上 重制版的最大改动 就是游戏不再是线性流程 而是变成了类似银河城的相停玩法 本作加入了支线任务和钥匙卡的设定 并取消了原版部分 补给房间 需要消耗节点开启的设计 鼓励玩家返回之前去过的区域 探索此前不能进入的房间 以获取更多的资源 或者武器升级 鉴于大部分武器升级都藏在这些房间里 也算是变相鼓励玩家尽量探索 这些改动并不意味着重制版 变成了一款彻头彻尾的银河城游戏 支线任务和重复探索的占比实际上很低 有一种在试水的感觉 毕竟 无论是场景大小还是结构 二代的太空战都更适合这套玩法 而不是地形结构相对更简单 单一的是存号 平行而论 支线任务和银河城探索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作为配套的地图设计 引导 以及对应的奖励没有跟上 在原版中 为了营造恐怖的氛围 十存号的内部结构 被塑造得像一个迷宫一样 玩家缺少可辨别自己当前位置的地标 这一特色在重制版中得到了保留 但由于支线和探索的改动 我们需要多次往返之前的区域 来寻找支线目标 或者用钥匙卡打开上锁的房门和箱子 探索老场景的频率变高了 迷路的频率自然也提高了 虽然因此游戏加入了地图 但地图并不是非常直观和便利 无法自定义目标点并设置导航 导致除了有导航的支线任务外 想要来回探索之前未去的空房间 没拿到补给等等都相当麻烦 只能将大量时间花在着陆和查看地图上 而大费周章得到的奖励也十分有限 一般来说都是开启一些小房间 获得一些看起来很酷 但一周目基本升不满的升级组件 相比于来回跑路所消耗的时间和战斗资源 这种程度的奖励吸引力实在涌现 整体还是给人一种往线性游戏里 引赛新机制的感觉 另一些变动则体现在了操作和流程上 重制版加入了原版二代才有的 无重力自由移动 并为这套系统增添了全新的专属场景 其中一场BOSS战的玩法 也因此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而原版臭名昭著的开炮打陨石部分 也被整个删掉 换成了更简单 也更符合爱萨克工程师风格的手动矫正炮台 重制版的投掷能力也得到了强化 使其更类似于死亡空间2的威力和视觉效果 官方还在场景中增添了不少道具供玩家投掷 电力开关则是重制版的另一个新增要素 玩家需要调整电力运输的方向 来开启不同房间、电梯 或是决定环境是否有光照或者供养 因为这一改动 部分场景的战斗增加了一些额外的策略性 例如在某个场景中 玩家需要在灯和生命之时中二选一 关掉前者的话 接下来就只能摸黑结底 而关掉后者则需要面对氧气不足的问题 必须一边和敌人战斗 一边寻找场景中的氧气关 这种试图让我们做出取舍的想法不错 可惜 实际呈现效果有些化蛇添足 首先 能直接影响攻关策略的电力开关并不多 绝大部分都只是让玩家选择是先开这闪门 还是先去那闪门 然而先往哪边走其实都无所谓 我们可以随时折返 选择探索之前没去的方向 这就导致此类电力开关的唯一存在意义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开门按钮 在定位上十分尴尬 而刚刚提到的能够实打式影响作战策略的电力开关 在流程中的数量不多 选择也只有照明、氧气、二选一 不同选择也仅仅只是影响难度 不影响资源奖励 因而这种设计能带来的游玩乐趣也十分有限 总和来说 电力开关的设计多少有点画蛇添足的意思 本作的动态难度设计也过于简单粗暴 无论是原版还是重制版 难度设计都参考同类游戏经常采用的动态难度 也就是游戏会根据玩家当前的资源和血量 来调整战斗的难度或者敌人的掉落物 然而在重制版中 玩家反而可以利用这套机制 来大幅度降低自己的游戏难度 有个简单的例子 除了场景固定放置的资源 击到敌人后掉落的弹药对应的武器种类 也只会是当前装备的武器 这个设计使原本存在感就不高的 其他武器的使用率更低了 加上初始武器等离子切割机的强度依旧在现 其他武器只会一直放在仓库 而由于敌人只会掉落特定武器的弹药 只带一两把武器的玩家身上弹药自然也不会缺 考虑到不包括隐藏武器 本作共登场了九把武器 这样设计无疑有点浪费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例如完美复刻了原版最终战前 漫长 枯燥 单调的连续战斗 零重力的操作手感也一般 战斗体验也非常单调 后期流程还有明显的拖时间嫌疑 尤其是重复度和出场率极高的出手浓包 不过总的来说 瞎不掩喻 综合来讲游玩体验依然称得让优秀 留完内在的玩法 再来简单说说游戏的外在表现 本作的开发引擎换成了玩家非常熟悉的盘霜 除了强化了画面表现力和建模细节以外 官方还对原版就很强的断织效果进行了强化 例如玩家现在可以用距离枪 将敌人的外皮一炮打掉 石村号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言概直就是更大了 部分区域的可探索面积相比原版有所增加 但依旧是老玩家记忆中那个黑暗羞涩斑斑 毫无生气的太空地域 在地形发生变化的同时 原版的几个名场景得到了保留 例如那个背对着玩家用头撞墙的幸存者 第一次遭遇自爆怪的长走廊 剑桥前的大厅 玩家熟悉的地方被赋予了更多的细节 而连接这些场景之间的通道 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 原版就十分顶尖的音画表现力 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 整体效果十分优秀 这点相信各位从经过压缩 有音画损失的视频中就可见一斑 情深体验会更加具有沉浸感和代入感 总的来说 重制版所有基于原作的改动都刚刚好 无论是剧情 角色背景 还是流程甚至是十村号的内部结构 老玩家都能发现明显的不同 但当玩家沉浸其中 轻轻胆战地留意每一条黑暗走廊镜头的通风扇 聆听着机器和怪物发出的各种声音 警惕着不是何时出现的敌人时 又会发现重制版其实和原版没有太大区别 还是哪个味儿 太对了 作为一款EA的游戏 死亡空间重制版的表现非常出色 它的内容是完整的 没有严重bug 没有奇怪的课心部分 游戏本身甚至还很好玩 Emotive也用出色的表现 让一款2008年的经典游戏 在完全不丢失原版特色的前提下一个熟悉 但崭新的面貌在2023年展现给了所有玩家 所以说 死亡空间2重制版在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